刚从快递站拿回一个超大的快递 这是粉丝寄过来的一个铁丝笼 他想给这个笼子进行加装 在笼子里加上两个平台和一个大房子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信念 那现在上楼进行加装吧 组装好了 80级的笼子还是挺大的 这是我们要用到的材料 小圆棒用来做扶手 这两块木板做平台 下面我们给笼子量一下尺寸 大概42.5厘米 开始拆板 试试看 挺适合的 继续拆 给平台设计一下 挂上线做表记 接着画 第一块完成 第二块线已经画好了 按照画线的地方 拆 旁边的围栏也做好了 来上试试看 摆上 看上去还不错 准备安装 夹好夹子 开始打螺丝尸剪 围栏做好准备 研究扶手的做法 小喵好像也很感兴趣的样了 一直跟着我们 按照角度 拒除斜角 找到需要安装的地方 打上孔 哎呀 换扯了 接着来打 还是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 就试着之前的孔上 安装远珠了 显示一下 有那胃了 旁边还有一个贴心的皮夹克 给我投胃 继续组装 组装 准备侧边打上螺丝 让它更坚固 第一块平台已经完成了 看看后面打了多少螺丝 纯手工制作 看起来就很结实 下面做第二个平台 开始沉浸式观看吧 我们下期再见 平台做好了 做了标注 按对应位置拧上螺丝 就可以固定了 平台安装好了 光上平台后 这个笼子更稳定了 红一黄四色 还是非常稳固的 下面开始准备做楼梯了 楼梯已经安装到平台上了 后面加了荷叶固定 台阶都是螺丝固定 非常节制耐用 不容易脱落 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楼梯 最后再给做上一个大房子 老规矩先两尺寸 拿出我的伙计 放好后 就是咔咔一顿输出 给伙计吹吹灰 给房子的边边角角 都打磨光滑 大房子做好了 放在平台试试看 超大一个房子 打开看看里面 够粉丝家的花枝数住了 拿了一个我家最小号的 小木房子 对比一下 两个小的顶得上这一个大的 鼠子们不出门 就可以打开盖子 看一眼 是不是很方便 巴石接鼠龙 秒变三层小豪仔 最后大家觉得 这个平台 家装的怎么样 如果有好的建议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关注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